全油管最快新闻 近日有游客在云南丽江旅游时 被旅行社强制要求洗马 并以死危条件不让游客离开 1月16日丽江市宣传部表示 这起事件发生在1月7日 与游客进行了报警 为产生费用 云南海外国际旅游集团 云南斋星楼国际旅行社和丽江三多旅行社三家公司 因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 此前吉姆新闻报道了这一事件 游客们反映网上收费几十块钱 必须要自费220元 要么交220元 要么交两不让走 丽江市已表示 将按程序依法延处这三家旅游公司 这三家旅游公司 云南旅游公司被指强制游客 起马并不让离开 引发了公众广泛关注 此事建设及到云南海外国际旅游集团 云南斋星楼国际旅行社和丽江三多旅行社 这三家公司都涉嫌违法违规 丽江市已经对此事进行了立案调查 并表示将按程序依法处理 这一事件再次提醒旅游公司 要依法经营保护游客权益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